这次报名参加评鉴的农友有7人 参赛的品种分别是高雄147 台梗8 台梗14 以及台南11号等等 经过第一阶段的审查之后 有4名农友进入决赛 这些参赛者我们都有经过生产履率 而且QR Code追溯 它的生产来源 我想说稻谷这么多 希望有蚝米有品质好的 然后能够利用这些来参赛的农民 把我们壮围的育粮的稻米 能够花样能够光大 提升它的经济效益 决赛日前在壮围香农会登场 由评审针对外观 性状 口感进行评分 选出冠军名得主 赛尾这次在乡镇赛有7个农友参加 在做田间的一个筛选跟后段的规格分析以后 目前是有4位农友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决赛 决赛的部分我们这次的评比项目就分成糙米的外观的评分 就是说这个米粒的外观 它的那个品质怎么样 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农友参赛的这个稻米 它的那个米饭煮出来 煮出来的米饭口感好不好 那这两个分数再加上去 再把之前规格的分析加出来 统计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名字排出来 在评审严格的评选之下 结果由陈光毅获得冠军 将代表壮围香参加全国比赛 争取台湾豪米的宝座 宜然新闻记者 赛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